我过去年全年总就业人数持续增长 不过失业率略微升高 职位空缺有所减少 人力部表示这显示劳动力市场 或存在职位与技能错配的情况 记得红宝林报道 人力部的2019年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 不包括外籍女佣在内 本地去年全年总就业人数增加5万7千人 整体失业率微升到2.3% 人力部指出 随着雇主在招聘员工时更加谨慎 经季度调整的职位空缺 对失业者比例有所下滑 从前年12月的每名失业者 有1.09个空缺 减少到去年12月的0.84个空缺 因为职位空缺有少于1% 会比较难找到工作 但我认为我们职位 在进行数码转型的企业之中 他们会发现会有职位搓配的问题 这个在金融和科技业会比较显著 去年的裁员人数则维持在低水平 共10,690人被裁退 到了2020年 尤其是有了这个光阵病毒的疫情 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担忧 现在当务之急呢 应该是呢 要确保我们的那个财员人数 要飙升 尽量的去避免工作大量的被流失 面对冠病疫情 受访学者表示 劳动队友如果出现萎缩 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重要的是员工现在应该找机会提升自己 等到就业市场的情况好转后 有能力适应新的工作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